各位,今天仍然是天气酷热警告 已经超过250小时 仍然估计持续到下个月初 这个酷热天气警告 其实引发大家似乎进一步去关注 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 需要做户外工作的一些打工仔 所以有些新闻报道也放了不少蝙蝠 其实也不只是关注打工仔 包括关注基层的生活 在基层生活的时候 延伸出来有关注最低工资 不过几个新闻之间 他们有一些关系在里面 但其实有些关系又微妙在 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形容 其实有些智商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关注在户外劳动的打工仔 包括有议员 其实早阵子又开始提出 我们要好像效法内地那样立法 在某些高温的情况下 就不可以做户外的工作 也是从刚才我读的社论都说到 虽然现在劳工处有一个指印在里面 但是就不是很多雇主 真的严格跟从指印的 所以都要持续工作几个小时 不能在当中休息 甚至乎太热的时候 就直接不做事 为什么我说矛盾 就是同时间我们讲最低工资 很多的基层打工仔 其实是长时间工作 都只是赚微薄的薪水 你说在高温之下 那些雇主会不会这么轻易 就给个机会 你那些打工仔 那你不要做了 那不要做的时候 那机的中心 要不要出最低工资 要出粮 那时薪怎么计算 所以背后就似乎 不是单单 从这些数字上的计算 似乎牵涉到很多 劳工政策 甚至乎 说得再阔一点 可能是一个城市设计 等等 不同层面的问题 在当中 好了 刚才我曾经说过 就说 在一个多两个礼拜里面 有两个人 是怀疑是中暑的 即是工作期间撤死的 东方呢 找得更长 我说了一个多两个礼拜 是开始发连续 这个好热天气警告 那12天 而东方呢 是数到上个月到现在 是有五个工友 在工作期间撤死 怀疑是和炎热天气有关的 但是很难证实的 所以那些劳工团体形容 中暑是无血的工商 工人中暑之后 是不会即时情报工商 通常这种是难以得到補偿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算我不是一个 在没有东西的路面 做一个挖路工人 或者是一些搭棚 扎铁 或者堵石屎 凹围板 一些在露天 烈夜当空之下做的事 就算平时 你在家里不开冷气 闻心那句 你都会坐下坐下 心静不会即刻凉 何况你有体力劳动的 就算是室内都很热的 同样呢 不是太阳底下可以中暑 不是太阳底下都可以中暑 当然基层的打工仔 其实不只是面对这段日子里面 工作的环境那种炎热 其实就算你未必在户外工作 以我自己住的大厦 大堂的保安园为例 他在室内工作 但是大堂的保安园 那个大堂没有冷气 我都见到他们都吹着几把风扇 那个环境相对上都可以接受 但是其实有 譬如一些旧楼 可能都会有一些保安园 那个很狹窄的他们暂光的环境 其实工作环境是比较差 都可能很热很热 所以等等很多问题存在 甚至乎就算你不是烈日当空的工作 我们在城市里面 那种的炎热是包括一些热度的效应 我们很多高楼大厦 就会形成一个好像户外很庞大的温室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保障一些户外的劳动打工 就不只是单单从一个制定的高温之下 可以上班的法例入手 是可能要更人性化去考虑 我们的城市劳动人口 那种待遇 以至到整个人口政策里面的问题 有很多人说 哎呀 这么浪费不要做 要保住 喂大哥 手庭口庭 尤其是这些是算日生计 有些在欧洲国家 太热的天气 他们真的不开工 但是在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劳工法规 在香港你不开工 谁给你出钱 没有人出钱 很多是日生计的 你不开工就没有了 时生计更加 时生计更加 体力劳动那些 很少日生计的 怎样可以保障到低下阶层 有时劳苦大众出卖劳力的 人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 可以有一个保障呢 现在我们是没有失业保障的 现在申请那个 临时的失业保助金 都被人淘汰了很多钟 其实往往是低层的 你们在冷气房里面 去想一下 如何去帮别人的时候 首先想想自己多舒服 拦在外面的人 正如当年沙士期间 你封了那些食肆堂食 我看到那个胃在吃饭盒 真的是一个奴苦大众 是 有没有想到 不是说你关门 在一个冷气房里面 就夺得到一个 惠民的政策 你试一下 麻烦走出去 去地盘看看 事实上 我们现在面对的 亦是说 连一些惠民的政策 都在当中不足 就好像东方的社论 所提到 最低工资的那个检讨 就被否决了 所以那个最低工资 就继续维持 但是似乎不足以去 给香港的基层 或者低下的阶层 有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 开支支援 另外一些公事 标准公事等等的立法 就长年都不见影 明报的社评也提到 不只是打工仔 很多的基层 其实这个时候 可能还住在劏房 而他住在劏房的 那个空间 生活环境很差 在这么热的里面 刚才说的制定政策的人 还有冷气量 但是住在劏房的那些劏房 在这么热的底下 他们又不敢开冷气 因为要给很贵的电费 是呀 因为冷气扯电很厉害 东方的政论 今天就说 最低工资现在的时薪是37.5 一间快餐店的饭盒 这里卖不到 真的大部分都是卖不到的 虽然现在有些两送饭 是34-38元之间的水平 但是是他一个小时的工资 其实为什么现在两送饭 这些这么受欢迎 因为的确在市场上有一个需求 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 便宜了 因为工资萎缩了 于是就看着荷包吃饭 这个就是贫富大众的一个现实处境 所以见到两送饭的店铺 越开越多 其实绝对不是觉得 哇又有新铺开 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其实是反映着我们城市里面 基层的市民的生活质素 没有改善的一个指标 是的 我还记得2003年沙士期间 我路过土瓜环那里 就是在头注站附近 有一间销纳铺 它推出一个沙士价的饭盒 10元 2003年 10元也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钱 但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沙士有多惨 要中央发放自由行来救香港 我知道当时低下阶层的生活困苦 所以有10元都散 对铺铺来说 比纳租好 工人白支人工 起码是有些交易进行当中 有些现金流回来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当空 不要只想想 哎呀 什么时候去游泳 或者去商场 看看 你经过铜锣环 为什么进去时代广场 大陆这么塞 个个走去那里 探冷气一条龙 留在那里吃饭或者什么 或者在那里蹉跎 你看看时代广场 在扶手电梯那里的石灯 即那些云石灯 坐满了人 那些人在那里探冷气 是的 不过这个在疫情之下 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状况 因为政府有些防疫的条例 禁止人群聚 但是你叫人留在家里 不出街吗 那又真的热到 没办法在家里 甚至乎那个热度 其实是在危害生命安全 那我相信 法律如果真的要追上时代 其实就不是单单处理 在当下这个高温的问题 其实是要处理在一个 2022年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期望 即是我们讲到 我们由乱入自由自转兴 在一个这样的新时代之下 是不是还要我们的打工仔 用着这一种的方式 去找那个微博的收入 而且毫无保障 还是还是劳资双方 其实都找到一些新的平衡点 在里面 那不知道完善了 选举制度之后 那些立法会议员 是不是可以 亦都更新一下他们的思维 就不要只是提出 要立法了 就是37度 至39度 不可以户外工作超过6个小时 事实上你看回 虽然香港是很热 但是一年里面 最高到39度的日子 其实都寥寥可数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 那些打工仔 根本就不用只有有机会 要可以有休息的机会 有时都挺怕 现在议会制度之下的议员 審议的议案 或者不要紧有钱 撥钱出来 他们撥钱的速度多快 有些是没有质询的情况之下 连记名都不用 因为没有反对 他就不用记名投票了 现在没有投票记录体 只是告诉你通过 因为有反对才需要记名 证明就是 完全是清一色一致意见 这个一致意见 其实有时并非一定是好事 虽然刚才读新闻也有说 陈建波就说 那些议案撥款的时候 已经经过很多讨论 所以大家有很 廣泛的共识 但是讨论有时 不是为了要达至一个共识 支持还是反对 其实要透过讨论 找到一些最贴合 或者更好的方法 陈茂波的说法 反驳明报昨天的头条 因为明报昨天的头条 不如计算 哇 太厉害了 他们是没有什么质询 除开平均每一亿元的 立法会议员通过的撥款 只是用了0.8分钟去决定 说也挺快 陈茂波就知道社会观感很差 于是便逼迫 陈茂波便离开财委会主席的位置 因为他现在是行政会议成员 现在只不过 还未牵连到一些委员会的人选问题 所以他暂时仍然坐着